歡迎大家來到苗上天開 去完長龍飛船酒店之後 我們就出去了珠海市區 富華里 找了一間叫做全溪仙號自助餐 吃個晚餐先 它的價格都非常之有為 大人只需要270元兩位 餵起上來135元人仔 吃足兩小時非常之體食 富華里呢 其實是一個半露天的雙圈 好多的餐廳、店鋪、酒吧 都會在這幾個街區裏面 如果下雨天或者好天的時間就好曬 所以來講大家一來就要看天氣 好似我們這一天來其實都下雨絲濕 所以來講走得都不太舒服 它就分了是十幾棟的建築物 應該是十六棟的建築物 每棟都會有不同的餐廳 和店鋪 整個街區就是這樣的 中間它很多時候會有些文創的藝術品 會在這裡展覽的 那我們吃這個全稀鮮蠔自助餐啦 上到去看看有些什麼吃先 都會有不同的葉肉啦 有些粉麵啦 另外來到這裡就有些活海鮮的 有些蠔啊蜆啊小龍蝦啊 那最緊要呢這個就是醬料區 和飲品 都有些少少的甜品啦 白米飯 蔬菜 就會在這邊的 選擇其實呢它就不是很多 但是以135元平均的價錢來說呢 都算是抵食啊 大家主要來吃的話呢 就主供蠔啦 這裡的蠔都ok新鮮的 這裡呢就是個高鴨鮮蠔 每次拿一鍋啦 大概有4-5隻 另外這裡有些凍海鮮 和蠔的 有少量的炸物這樣啦 其實你說以一個130幾元的 自助餐呢 都算是抵食的 它樣樣都有些 無論你打邊爐也可以 燒烤也可以 可以兩吃啊 主公蠔的 這些蠔呢就主要用來燒的 你譬如說是鮮蒜蓉的 辣椒去燒的話 非常之好味的 這裡呢就有些 蜆啊 背啊 蠔啊 小龍蝦 還有些黃骨魚 有些活蝦 肉啊 羊肉牛肉豬肉都有 來了一鍋高鴨 一鍋生蠔 中間有些檸檬和薑 用來抵腥 每鍋大約4-5隻 又大又小 但是普遍呢都算大隻的 那些蠔 吃下去呢 都沒有異味的 都鮮甜 還有呢它放了些薑和檸檬 就抵了些腥味 隻隻其實都好爆滿的 每隻蠔呢都整隻手張這麼大 大家看一下 整個窩 其實都是只有4-5隻的 雖然每隻都好大隻 拍下去真是整隻手張這麼大 另外呢油扇貝呢 可以用來燒 加些蒜蓉辣椒上去燒呢 好正的 阿妹呢就吃粟米啦 再來一鍋的高壓鍋生蠔 鮮甜味味啊 如果覺得高壓鍋的生蠔的話呢 不是那麼乾身呢 可以再上來燒一燒 燒得乾身一點呢 也都會好味一點的 總括來說呢 這間全溪鮮蠔自助餐呢 雖然地方小小 但是呢如果你說 煮蠔海鮮的話呢 都不失為一個幾好的選擇 因為其實它的價錢呢 只是需要130幾元 但是呢 無論是火鍋呀 燒烤 或者高壓鍋生蠔呢 都會有的 選擇不少 如果小朋友的話更加便宜 那大概都是半價左右 所以來說呢 都絕對一個是 適合一家大小來吃的 因為小童呢 只需要68元人民幣的 就可以吃足量的粥 所以超級超值啦 還有呢 吃完飯之後呢 還可以在庫華里附近呢 就可以逛逛街啦 旁邊都會有些文創的表演啦 所以其實呢 都幾chill的 逛逛街吃下飯 這樣就一晚啦 今次長龍之旅呢 就到這裡啦 下次再同大家吃個玩過啦 拜拜